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照顾自己也保护他人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关心您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关心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关心 欢迎再来收看紫筹高峰会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 大盘涨了197点 成交量有3870亿 尾盘是因为明天台股要调权重 所以台积电买了48464张 台积电大买 台积电的量一共买了以后是72000多张 台积电这一波买上来的话一共涨多少 14块 546涨到560 我们看一下K线图 这是台积电 台积电直接涨过 这个是月线 这个是季线 直接涨过去 以藏红嘛 那以藏红来反转上去的话呢代表就是说 外资在大扫货 只有大扫货你可以慢慢买 你干嘛一次买足 因为明天是6月1号 6月1号呢 上海开始解封啊 然后6月1号是大陆的儿童节 那我在大陆交过书 所以6月1号 所以6月1号就是儿童节 6月1号有会发生什么事情 5月31号台积电你可以看出来 大盘的整个拉到100 将近200点 昨天涨300点 今天涨200点 天天涨天天涨 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指数是这么拉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波从预金光5月25号开始讲起 5月25号的预金光 我们是买在366 预金光 那预金光 我们是做一支股票 我们是盯很久的 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在 之前的时候 看这个是12月的时候 深耕ARVR 预估开始放量 成为成长动能 美系外资 看好 预金光 社会元宇宙 商机 重申加码 有500是调到600 然后呢这个 3月28号 买进平等 买进平等是从450 调高到哪里 调高到510 调高到510 450 建议买价 450调高到500 然后降也降很少 从550又降到530 这是不同美系外资对预金光的一个评价 那 这个这几天以来 预金光涨 涨势呢 的确是非常凶悍 非常的凶悍 看K线 我们买点是买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你每天 你每天 涨一天 跌四天 涨一天 涨两天 跌三天 这一天 这些都不是买 真的买的是这一天 我们是买在366 那买在366的时候呢 隔天台股大跌震荡 开始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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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 不是只有台电涨很多 我们看一下 这今天的 预金光涨了16块 台电 台积电今天是涨了 14块 对不对 涨13块 我说尾盘了 尾盘是本来跌一块 倒涨13块 所以一共涨了14块 从跌一块 再拉14块 所以涨13块 这是台积电吧 那3406的预金光呢 涨16块 所以整个波段 我们算一下 我们从366来算 今天收盘是 415最高418 415.5对不对 涨了将近50块 那我很多会员是买10张 20张再买的 买10张的人 大概是赚50万嘛 20张的人 大概就赚100万嘛 所以股票很快 那你看我测标上其他 另外一篇写的是 外资啊 大少货的个股 待会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所以大力 这个预金光呢 我会独挑预金光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为什么不挑大力光 大力光 大力光这样的走法 我会去买吗 不可能的事情 这大力光这样的走法 我所以呢 挑精减肥 我一定是买的是大力光 低轨卫星来讲 我会买的是什么 森达科嘛 Sper X Sper X 这还有得涨呢 森达科 森达科对不对 今天过线 过线震荡 还会再上 我买在哪里 我买在这个开盘价 买在145左右 开盘价 123 这三天对不对 还有8255呢 我说汽车类股来讲 我买的是彭城 彭城 彭城 买 他还是涨势 然后昨天讲的一档个股叫做 请大家打电话进来 要资料的 有没有 行到水穹树 坐看云启石 这是5月30号讲的 那这个可以 这个之前呢 我们买在这个地方 卖在这个地方 我们说买在这个地方 卖在这个地方 你在讲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可以公开答案 那就是来宝 对不对 来宝 那你可以去翻我的YouTube 我是不是买在这里 卖在这个地方 卖在1月5号 因为1月5号 我是全面看空了 对不对 所以我讲的是没有错的 我买在这里 卖在这里 现在等待这个地方 行到水穹树 坐看云启石 今天已经飘上月线以上 所以呢 这是指日可待 他会涨 所以我们做股票来讲 现在的外资呢 他正在大扫货 投信在大扫货 有什么好股票 拼命的去追 你现在已经不用想说 这段还要跌到一万五千点 不要 近期啦 以后我不知道 近期你不用想太多 我们今天做一档当冲 也就是台亚 台亚2340 那台亚你可以看一下 他之前我们是空在这个高点 空在高点 近期来讲的话 他直接越过季线 对不对 所以是可以买的 对 这样的强势股还不能买 什么叫强势股 我问你们 这样的强势股不能买 还有什么能够买的 我们今天买是买在压回的地方482 那今天收盘涨停冲掉了 这大概20张赚的上万多块 这是当冲了 好 这可以当冲就当冲嘛 明天想买再买嘛 对不对 但是明天来讲的话 还不见得一定要买 明天的看我的指令 我们看一下6104这是创委 我不是说我的股票不多吗 是不多啊 我维持三档操作 你像我的郁金光啦 彭城啦 爱河 森达科就三档操作 那其他这些东西你怎么来 这个当冲嘛 第二个 资金比较雄厚的会员给他做嘛 对不对 像创委 创委的话 这是打什么底 你认为他是打什么底 下来上去 下来再上去 对不对 他已经快大涨了 因为他掌握了关键的 关键的技术 所以明天呢 台股权重要调升 台积电第一个少货 第二个像这样的好股票 300多块跌到剩下211块 那你觉得像这种趋势是已然改变 趋势是否改变 你就一条线而已啦 没那么困难 趋势是否改变 这条线划上去是破线 那就得空嘛 那趋势呢 在这条线划下来 趋势是否已经突破 突破就做了多 这会很简单 但一般 对于不是读商的人 你这个 很困扰他了 你说 为什么能买 为什么能卖 所以呢 我天生就适合吃这行饭 而我以前在 证管会那时候还没升级当经管会的时候 我在那边上班 但是我还是喜欢行情 所以呢 我写了一本后的书叫 其后市场纪录分析 我就按照那本书 我取得资格 我就出来外商当其后商总经理 我喜欢外面的世界 我不喜欢当官 那我们看创委的话 这个是我只告诉你 就是说 少货股 外资少货 投信少货 你尽量少吧 你像 你少的话 你也要会赚钱 你买在这里 然后呢 这里 你没有跑 下来 因为他基本上 他没有破线 直接破线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目标就还没到 你根本就不用跑 8069 我再讲一次 8069来讲的话 他就是盘两三天再上 盘两天 两三天再上 目的在哪里 大量的又空 因为外资在少货 投信在少货 外资内资也在少货 他同时呢 昨天的发表的一个 研究报告就是说 外资把原态调高到260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低档买的 还不需要跑 高档来讲 我也是没建议你去追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外资少货的两档个股 一档台亚 对不对 台亚很强 对不对 一档的话是 创委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讲 我们手中第一档股票 郁金光以外 郁金光 郁金光我们这个地方买 对不对 安全区买 366买 现在已经赚50块 还会不会再涨 当然还会再涨 因为过长线了 破长线他一定做长空 过长线他一定做长多 所以在所有的均线来讲的话 他会过关斩将 他肯定要过关斩将 好的股票 一档就够了 一张 十张股票可以赚50万 这样的股票 还有什么不能买 台亚来讲的话 我们今天买来是做当中 买来是做当中 我的股票永远维持三档 那么资金比较多的 我就会教你做 做其他的个股 好不好 那资金大的 他就好操作 资金是好下的 我们就固定那几档个股 做破断的操作 我们今天的广告 我们待会再回来 动荡不安的时代 才能创造不同的价值 388时事造英雄专案 帮助您在困扰的环境中 成为股市真正的英雄 英雄专线 零二 抱一二 五八 五八 亚太国际证券投资 欢网服务 欢迎屠地铃 请搜索关键字 亚太国际投资 顶尖团队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投资 零二 八五一二 五八 五八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 尽在亚太国际投资 零二 八五一二 五八 五八 掌停 掌停 又掌停 你抓住了吗 亚太国际精英团队 眼光犀利 惊艳老道 专业领航 强势获利 雅太国际投资 陪您拥抱财富 零二 八五一二 五八 五八 雅太国际投资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郁金光 从5月25号开始涨 涨了50块 3406郁金光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你比对一些 郁金光它会动的话 5月25号涨到现在连涨 连涨上来涨了50块 我们来比对一下 2603的常总 5月25号这一天是在这个地方 到现在呢 不仅没有涨还倒跌 所以你参加老师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 你看去 你看哦 这个常总的话在这一天是 5月23号是 所有的航运三雄加起来成交量 是占大凡的三成 你说对不对 那接着几天呢 1 2 3 4 5 6 接应第六天了 它不仅没有涨还反跌 反跌没关系 大量在沙盘 也就是说它好的一个基本面 已经投射在它的骨架上面 已经反射出来了 那已经反射的话 就没什么意思 所以常总下来 那我的郁金光呢 过去外资很看好 跌了一塌糊涂了 那反而就是当红 变成当红榨纸机 对不对 在短短的 六个交易日 涨了50块 涨了13% 那常总的话 短短的六个交易日 它倒跌 倒跌了3% 所以一来一往之间 财富差距就很大 所以我们在投资理财的部分呢 你不可以太过于 就是说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个听天由命 假设呢 你要去听天由命 你也不用看电视台 看对财比较厉害 对财比较厉害 对不对 一样5月25号买郁金光 一样你的单子是留在航运股 那你觉得这中间的差异 你的财富已经输人家很多了 我们再讲两档各股 因为我在外资少货的部分 我很有研究 那什么股票会涨会跌 我不见得 我今天讲的 我的会员就一定要买 你就听听 然后我股票永远要维持三档 因为我不想成为 那个网路上人家所讲的泽泽 泽泽是谁我也不知道 他说买了N档股票 哪一只肌比较肥就拿出来秀 哪一只有赚就拿来秀 我不喜欢成为这样 所以我们还是做 做一个分析师还是要有点 人格啦 不要说买了N档 好了拿出来讲 不好 所以我现在讲这些东西是 外资少货 你参考了 没叫你要一定要买 这是WD 这是通家 通家过去在174 跌到这里来 3588 我做资料 我总是要对 对你们负责嘛 对不对 你可以看一下啊 从174跌到哪里 跌到95 这也是跌得很深啊 那他为什么会涨 他没有 他没有这种驱动IC 设计股的这种压力嘛 因为他本身只是因为 随时他翻转下来 那这个他已经越过所有的WD 什么D都越过去了 越过去了 明天再涨的话 还是持续向上 这是通家 那过去我在喊盘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很多人在喊 很多人在喊通家通家 每天都在喊通家 从174喊到跌 跌到跌到70块 那现在真正能够做的 你反而就已经搜索了 所以外资的扫货 投信的扫货 以及呢 内资的索码 你一定要非常清楚 我大概刚刚也讲了一档个股 是外资内资 联锁锁的一档个股 就是台亚 对不对 联锁去锁就是台亚 以前2340的台亚 对不对 好 然后讲了 策标上的通家讲完了 对不对 我们要讲联阳 IC设计股联阳 他今天呢 跟通家的趋势现行 是很相近的 很相近的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讲就是说 你的台积电连练在涨 你的联阳 你的IC设计 也是随后也要涨 另外一档个股叫 金星科 你一定要注意到这档个股 这档个股已经很久没有涨了 他从600多一路跌到 剩一半 642 642除一半 那也有320几 对不对 结果得到282.5 当一个肩头反转就下杀 当一个肩头的反转破底翻 就向上 这一点你要注意一下 所以呢 联阳 他的底部区 3014联阳 他今天的底部区呢 做得很扎实 量通常都不大 不过这样的量 依然具足 他上工的力道 那未来这几天 除了上海解封 可以引动 电子股的买盘 外资的扫货 以及内资的索码以外 你要看国际行情 对于大陆的解封 电子股整个就会暴涨 需求就会出来 那这些出来的话呢 包括呢 这些需求很大的 像策用电子的 对不对 8255 这是我们手上的持股 为什么要买它 是这个道理 那么SpyX的话 是美股行情里面的 低轨卫星的部分呢 我们是做3491 对不对 3491 3491 这森达科 还在持续向上 那么3406的话 它做的是 ARVR的虚拟实境的镜头 那当然今天也会带起 带起呢 这原始股 叫做宏达电 那宏达电在这个地方 它也是打底的 但是它不见得呢 它就是有一个长多的行情 那长多的行情是在 我们在去年10月18号 做这一波375 直接做到90块 这个大波段 这是 这个大波段是我们的成名做 对不对 做完之后就不要再做 现在呢 这个 要不要去承认它 是一个大喷爆的行情 是一个 外资索码行情 内资索码行情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 它K线的一个长虹 你不见得就是说 马上去断定它 就是一定要去买 像这个行情来讲的话 你稍微你稍微慢一天 你都太慢了 因为这不到两个月时间 涨三倍 这是我们的成名做 所以呢 从去年10月18号一直以来 你可以去看我的YouTube 是我是不是这样讲 我是不是这样讲 我是不是这样讲 告诉你就是说 宏达电375 买进这边卖出 卖出完之后 直接看空 那现在呢 因为所谓的ARVR的 虚拟实境镜头 这个郁金光 它所牵扯的另外一个行情 相关性的题材就是 宏达电 那宏达电上来 微盛也上来 对不对 但是基本上 它只是一个反弹的格局而已 我不 这里我都不看 不是看很长 那我今天讲的 除了我们手上的个股 包括郁金光 包括彭城 包括森达科以外 我另外举了四档股票给大家 就是说外资的少或熟麻股 各位可以做参考 包括像联阳啦 通家啦 台亚啦 那么包括呢 这个创伪 那么这些股票里面 当然啦 我都很看好 对不对 像台亚是没有话说 趋势一定向上 那这个创伪也是我积极看好的个股 那什么时候要出手 等待各位 如果说你加入我会员 我会带你来买 那你说像这样的个股 WD都已经打好 对不对 趋势线你非常清楚 前一波的大标股 这一波也会是大标股 就是索马的 外资再少或索马主要的意思 因为你如果跌太深 你层层套牢压力大 你如果说离趋势的头部不远的话 你一上去就轻轻就 过了前高 轻轻就过了前高 你不用深深的 深深的筹码 深深的套牢要拉起来 像个飞机来讲 拉不起来就直接就摘掉 所以我研究筹码 已经研究非常清楚 我才下手 像我们这一波代表作 欲金光 对不对 欲金光 我讲过嘛 过了月线 我们才出手 过了月线 我们才出手 重点 它要涨到哪里 我刚刚在解释的时候 我有告诉你说 外资看到500多少 600多少 你不用管它 该走就走 那这波趋势来讲的话 已经过关了 那台股将来还会涨多久 依赖 大陆的解封情形能够顺利 美股能够续涨 那我们台股就会续涨 那么另外一档个股 叫8069的元泰 最近很多人去放空 略有收获 就好像这一波一样 对 略有收获 那我也讲过 我的股票只有那三档 这档我没有 这档我没有 但是这档我非常的看好 在昨天的一个 外资一个解释的一个财报里面 是把这个元泰 看到调高到260 那你要不要相信外资 那很多人今天放空也赚钱 对不对 那赚钱没有关系 恭喜你 但是波段的转折 你要抓好 因为趋势还是向上 因为元泰来讲 它结合BMW 或是结合宾士 它做这种电子纸的车 车可外表 一个按键下去 它随时可以转换颜色 所以呢 它的需求是大于万海 所以它的走势会是在万海第二 所以万海是涨到三只头 对不对 那将来我也是很看到 这档个股 我们当一个分析师 我们不能说今天K线黑 我就黑 心就黑 K线红我就热情如火 这是我的 我们来看一下3406 3406的话呢 在这一天 这个台股大跌200点 它只是平盘 收平盘 我们也没走啊 它还是要向上啊 所以呢 8069元泰 我不会因为两天的黑 我就看空 我还是持续的看 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也需要 指导的 再播电话信来 我们线上有很多助理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心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动荡不安的时代 才能创造不同的价值 388实施造英雄专案 帮助您在困扰的环境中 成为股市真正的英雄 英雄专线零二 抱一二 五八五八 亚太国际证券投资 欢迎订阅 请搜索关键字 亚太国际投资 顶尖团队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投资 零二八五一二五八五八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